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朋友Nodex 今天來介紹一下12章的詳細攻略 首先第一個部分 打撈的部分呢 12-1有我們的臨戰 基本上不需要 不過12-1是不錯的經驗來源 之前我介紹過11-1是很好練的 那到了12章 12-1就變成是最好練的地方 因為道中好打 王也好打 以後你要練等 來12-1就對了 再來12-13有非音準音 這兩隻道中都會掉 不過我不建議你一定要撈到他 因為未來13章 道中也還是會掉這兩個 那12-1有這個鳥海 非常推薦你直接來這邊撈鳥海就對了 而且他也不是這麼好撈 因為打一場基本油耗還蠻高的 所以你一天大概 打不到幾場 除非你是石油王啦 不然一般人要撈蠻久的 因為油耗的問題 OK 接著進入我們的攻略重點 這一章節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搶奪滋空拳 安全海域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滋空拳是怎麼一回事呢 因為這一章節 威脅你的不再是自爆箭 不再是跨射點燃 而是大量的混凝土飛機 所以擁有滋空拳 就可以有效去減少這些 飛機對我方造成的神風傷害 基本上他的自爆拳分為 確保到喪失 只要有確保的話 我們的航空傷害會增加20% 命中值也會加10% 敵方的航空傷害 也就是神風傷害會減少10% 優勢其實也是有減 哪怕是軍事都有減 不過最好是保持在優勢以上 這樣你推毒會比較輕鬆 那劣勢喪失這些 我們會被撞得非常的可憐 那滋空拳是怎麼去算的呢 就是由於我們的航空值對空值 還有我們整支艦隊的艦載機數量 會影響到滋空拳 那詳細的公式 我看大家應該不太想去了解 總而言之 只要增加我們艦載機的數量 增加我們的航空值對空值 就可以能夠有不錯的一個滋空效率 所以危險海域的時候 必須要配一隻大量的航母 來減少我方的傷害 增加我方的命中值 那安全海域之後呢 你可能可以配多一些大炮 來增加這個盜總的輸出 或是打王的輸出 至少安全海域我們被撞 也是有減傷的 好那接下來裝備推薦的環節呢 首先是對空系統 如果之前有看過我對空講解的一些影片的話 其實應該不難發現 我有講過很多的公式 所以一般人我看 你聽到這邊大概也碎去一半了 所以簡單來說 航母像光輝獨角的 就帶這個德國戰鬥機15A 配個818輔助用增加命中率 其他的航母輸出比如說像企業啊 一些小家家啊 你就帶這些戰鬥機 金海盜首選再來F6F 那縮魚跟SP2其實就不用縮了 對空砲的選擇呢 驅逐就選範圍大的 裝填夠高 所以他們可以把這些 基本攻速比較高的對空砲給壓下來 那輕航輕巡呢 他們的對空火力都不錯 所以你給他上TPS 好用的都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縱巡戰艦他們普遍的裝填比較慢 所以你要給他選基本攻速就很快的 尤其是STAG可以加命中 不然你就選這個波浮斯 基本攻速就很快的 千萬千萬不要拖到了整體的攻速 也不要去影響到整體的一個防空圈 防空圈是越大越好 攻速是越快越好 基本上你要配對的話 就照這個模式去配 應該就不會差太多了 好整個艦隊的核心呢 當然戰艦你就是帶SG嘛 配白彈 如果有需要的話 你其實後面也是可以不要用白彈 用我們的這個對空雷達 因為其實神風撞我們的時候 是看我們對空子去做減傷的 所以我們對空子越高 當然減傷幅度越高 如果你後排會有生命危險的話 其實裝備這個對空雷達還比較好 那前衛的部分呢 就是使用我們這個小海力壓增加迴避的 最重要的當然還是我們對空雷達 能夠撐起對空雷卡 就是有不錯的對空效率 還有減傷的效果 基本上打12張 整體的對空值都要2000以上 會是比較安全的 甚至在開拓的時候 你要配到2200以上 會是相對安全的 再來打王的部分 就看王的習慣 王的風擊模式去做選擇了 OK 再來我們要推薦一下 有哪些好用的角色 首先503D5 他們本來就是為對空而生的 帶他們出去準沒錯 還有之前介紹的獨角啊 冥死啊 都是不錯好用的對空角色 再來優先選我們的美國角色 美帝 美帝美巡 他們的對空值都是非常非常的強 前排的美巡 後排的美國戰艦 甚至到航母 他們對空能力都非常的好 所以可以選的話 盡量選美國的角色 優先上場會是比較好的 再來除了美國 那皇家也可以做抱團這個動作 皇家女僕 其實每個清巡的角色 他們的對空能力都不錯 尤其是如果你有天狼星 天狼星的對空 非常非常的高 還有我們這些兩個 後面加入的這個 女僕改 他們對空能力也是很好用的 甚至你有海皇星 滿級的話也是很好用的 再來這邊也有君主 打王輸出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皇家去抱團 打這地圖 基本上不會太吃虧 接下來剩下就是硬的組合 海鮮就是硬 對空能力其實也不會太弱 當然前排也有羅恩 還有路易九四可以選擇 假設你這些有滿級的話 帶出去就可以用了 至於這個叢鷹的角色 我覺得你去等安海以後再說 開拓的時候其實他們基礎的對空值不是很高 所以被神風傷害撞到會非常非常痛 那如果你真的一定要用叢鷹角色的話 請你等到安海以後 甚至手抄的過程 才可以使用我們的叢鷹陣容 不過也就是因為他們安海之後 手抄的效率會贏其他陣營非常非常的多 OK這邊推薦幾個道中組合 來冥池還有我們的尤尼控配上華盛頓 標準的後排前面配美群都是很好的對空 那道中基本上全部都走我們的輪行陣 道中一定都選輪行陣 不要選其他的就選輪行陣就對了 因為他會增加全體的對空值 再來皇家組合配女補隊 前面有小背法的話可以補血補的很多 還有我們有洩飛的話 其實可以保證我們前排的坦度 再來我就是硬的組合 海鮮配上我們克帝有對空的選項 提爾比斯坦度跟活力的代表 一般打王的組合其實君主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如果你有滿機的話 打這個12張是很好用的 再來波特改不用說嘛 那海倫大跟我們的3d5 其實你不用去看他的改造 一般沒有改造的時候他們打王的時候都還算可以用的 另外就是我們3航母的一個組合 光輝寶前排 剩下2隻航母可以拼輸出 那前面一樣有我們的波特改 海媽還有我們的克爹 這是很標準的前排 再來比較極端的組合就是屬於 手動毀滅級的 那沙拉托架還有胡德這些彈幕啊 傷害其實也不俗 約克也可以增傷 所以整體而言這隻手招打出來的傷害是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坦度容錯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最後如果你有潛水艇的話 你也可以派潛水艇去來一個助攻 因為水面部隊都佔滿之後 能夠增加輸出的就是我們的潛水艇 前面如果你有我們的法國獵劣的話 多上幾根 配上彩棒還有這個氧氣管 可以增加在水面下的一個輸出 那增加我們這個舊月炮呢 可以增加對空值 可以有效去去爭奪我們滯空拳的一個能力 好接著是我們每一個小節的一個細節 首先12C是一個重巡 他會丟魚雷 所以我們配備魚雷板還有油壓舵可以增加前排的生存 基本上選負重就好了 不用選輪迴 因為打王就是滿血的 滿血不太需要去顧慮到我們後排的血量 除非你後排真的會被撞到掛 不然的話請用負重來增加前排的一個自律生存能力 12C是兩隻驅逐 兩隻驅逐還會丟很多魚雷 所以跟之前一樣我們選用魚雷板 油壓舵負重來確保前排的生存 那後排就交給他們去輸出 基本上他們也不太會掛 12C3比較麻煩 12C3他們是兩隻輕航 所以他們會丟大量大量的飛機 所以這邊你必須要選我們的輪行陣 然後配備我們的這個維修還有對空雷達 增加前排的一個對空值 也包含了對空減張 因為他們丟大量的飛機 還有這裡面的飛機有兩種模式 一個是轟炸機的模式 一個是機關槍模式 所以如果你要手動躲的話 躲好這兩個 尤其是轟炸機丟下來的航彈 那個傷害非常非常高 最後打鳥海部分是兩隻重巡 他們一樣會丟大量的彈幕還有魚雷 所以魚雷板跟我們的油壓舵 都是非常好用的 選用負重陣增加前排的生存 後面最好是放上我們的光輝來保牌 因為這邊可能血量非常高 戰鬥時間會被拖得非常的久 所以前排的生存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這邊可以放上我們的君主的話 那打起來的效果會非常非常的好 那一般人用戶的其實也是可以打得下來的 好啦最後結論的部分 首先攻略開始的時候 你就是要抱得六船全上的心態 你不要想要省油 六船先攻略再說 要省油等安海再來說 再來你先去配對你的王隊 因為這個章節開始會提升等級上限到120級 所以你先配好你哪些人可以去打王 所以把這些王隊的人至少覺醒到115級 去打王會比較好 而且陣容最好是二行一戰 或是三行為主 再來配完之後你再去配道中 道中當然是首選我們的名詞還有獨角獸 在陸續補上等級比較高的一些對空角色 最後去調整一下滯空拳 如果滯空拳不夠的話 你要多加一些對空值比較高的角色 或是多加一些航母進去 最好把滯空拳調整到優勢以上 會是比較好攻略的 那如果你實在是打不贏的話 你就回12級1去練等 那這邊最好也是順便練潛水艇 因為這邊練潛水艇 也可以幫助你去解決你輸出上的不足 那往後打13張的時候 也會需要到潛水艇的幫忙 如此一來 12張的攻略就非常的輕鬆了 那等到安海之後呢 就非常的好打了 好啦 以上是今天12張的詳細攻略 只要能夠確保滯空拳 那你要攻略這個地圖 其實沒有太大的難度 剩下就是你等級 還有你裝備的一個配置問題了 好啦 有問題的話 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是草莓妞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描述 你